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日本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经济新片 失落的二十年日本挑战 二、文化新战 哈利波特魔法席卷日本 三、科技新星 初音未来虚拟偶像登场 内魔、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经济新片 失落的二十年日本挑战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经济学界的悬疑剧 日本的失落的二十年 这可不是一部日剧 而是一段真实发生在日本的经济现象 比起东京爱情故事来 这故事可多了几分曲折与复杂 首先让我们时光倒流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当时的日本经济可谓是风光无限 经济增长速度快得让全世界都眼红 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价格 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一路飙升到天际 当时有个笑话说 东京皇宫的土地价值能买下整个加州 虽然这只是个夸张的比喻 但也足以见得当时的市场有多疯狂 然而 好景不长 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 到了1991年 日本的资产泡沫终于迎来了破裂片 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开始一路下滑 就像是坐上了经济版的自由落体游乐设施 让人惊呼连连 这场经济的过山车不仅仅是一时的惊吓 它开启了日本经济长达20年的地秘期 这就是所谓的失落的20年 在这段期间 日本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 失业率上升 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减少 整个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感 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从降低利率到推出各种财政刺激计划 甚至有时候感觉像是在玩经济版的魔术 但效果却总是不如预期 这期间 日本央行的利率几乎接近于零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瞪大了眼睛 这段失落的20年 对日本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 日本的年轻人 开始对于终身雇佣制失去信心 储蓄率下降 单身率上升 甚至还衍生出了草食男这样的社会现象 指的是那些对于恋爱和事业 都缺乏进取心的年轻男性 不过 话说回来 日本在这段时间也并非毫无收获 比如 它在节能技术和高龄社会的应对策略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 对于当今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来说 可是价值连城的宝典 总之 日本的失落的20年 就像是一部经济学的长篇大套书 里面包含了泡沫 危机 反思和创新等各种元素 对于我们这些经济学的书虫来说 这不仅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本值得反复翻阅的教科书 而对于日本来说 这20年或许失落 但也是重新寻找自我的过程 毕竟 经济的世界里 没有永远的失落 也没有永远的辉煌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文化新战 哈利波特魔法席卷日本 各位亲爱的学生 巫师 女巫 以及所有潜藏在麻瓜世界的魔法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哈利波特魔法如何席卷了日本 这个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国度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哈利波特系列不仅是一本本的书籍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 当这股魔法旋风吹过太平洋抵达日本时 它所引起的回响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可能会想 日本已经有了丰富的动漫文化 为何还会对一个英国小巫师如此着迷呢 哦 答案可是多姿多彩 就像一瓶七彩的药水 首先 日本人对于故事中的学院制度感到非常亲切 毕竟 他们自己就有着类似的学校文化 学生穿着制服 参加社团活动 还有学校之间的竞争 这些都与霍格华兹的生活 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 日本的学生也经常通过考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让他们对于OWLS 普通巫术水平考试 和NEWTS 高级巫术水平考试 这样的设定感同身受 再来 日本有着悠久的妖怪和灵异传说 这让哈利波特中的魔法生物 像是妖精 食死人 巨人等 看起来既熟悉又新奇 这些生物 在日本的民间故事中 也有着自己的版本 所以 当他们出现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时 日本读者既感到亲切 又充满好奇 但最有趣的是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与日本的流行文化 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你知道吗 在日本 有专门的哈利波特主题咖啡厅 你可以在那里品尝到 虾衣薄荷口味的虾衣巧克力蛙 或是一杯热腾腾的虾衣奶油啤酒 而且 这些地方经常被打扮的 像是直接从电影场景中走出来的 让你彷復真的进入了魔法世界 不仅如此 哈利波特的商品 在日本也卖得特别好 从魔杖筷子到格兰芬多围巾 从魔法书形状的手提包 到霍格华兹校会徽章 这些商品让日本的哈迷们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随时展现他们对魔法世界的热爱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哈利波特在日本的成功 也得以精心地翻译和本地化工作 翻译者不仅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魅力 还巧妙地将一些文化元素 调整得更适合日本读者的口味 就像是在酿造一瓶精致的魔法药水 既保留了原汁原味 又添加了一点当地的香料 总之 哈利波特在日本的成功 是一个关于跨文化交流 共鸣和创新的魔法故事 它证明了 好的故事和魔法的吸引力 是无国界的 即使是在拥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 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且绽放出新的光彩 那么 各位学生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记得明天带上你们的魔杖 和学习日文的决心 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跨文化魔法的奥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科技新星 初音未来虚拟偶像登场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初音未来 这位虚拟偶像 不仅在音乐界掀起了一股热潮 更是跨越了科技与文化的界限 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初音未来的诞生 它是由日本Crypton Future Media公司 于2007年推出的一款音乐合成软体 Vocaloid 2的虚拟歌手角色 它的外观 是一位16岁的蓝绿色长发少女 穿着未来感十足的服装 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声音 但最有趣的是 它的声音完全是由电脑合成的 这意味着 它可以唱出任何人类作曲家编写的歌曲 而且不会走音 也不会感到疲劳 这位数码歌机的出现 无疑是对传统音乐产业的一大挑战 它不需要经纪人 不需要化妆师 甚至不需要食物和水 它的存在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偶像的传统认知 它是一个完全由粉丝驱动的明星 它的歌曲和形象都是由粉丝创作和决定的 这种去中心化的创作模式 让它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而且 它的演唱会更是一个科技奇观 透过高科技的投影技术和动画 初音未来可以在舞台上 以全息影像的形式出现 与真人乐队一起演出 甚至与现场观众互动 这种前所未有的演出形式 让许多人惊叹于科技的魔力 当然 作为一位教授 我必须提醒大家 初音未来的成功 并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文化创意的胜利 它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生态系统的诞生 一个由粉丝 创作者 技术人员 共同维系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 每个人都可以是创作者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偶像的创造和推广过程中 总之 初音未来不仅仅是一个虚拟偶像 它是一个文化现象 一个科技奇迹 也是一个创意经济的典范 它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创意和科技 将会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 继续改变我们的世界 而我们 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日本的失落的20年 哈利波特魔法席卷日本 以及初音未来虚拟偶像的现象 这三个故事虽然看似毫不相干 但它们都反映了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些重要变化和趋势 首先 失落的20年告诉我们 经济的起落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变迁 它提醒我们 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创新 同时 它也提醒我们 经济增长并不是唯一的成功指标 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同样重要 而哈利波特和初音未来的故事 则展示了文化和科技的力量 哈利波特的成功告诉我们好的故事和魔法的吸引力 是无国界的 而初音未来的成功 则展示了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的结合 能够创造出令人惊艳的成果 总之 这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是多样的 变化是无法避免的 但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 积极面对变化 并从中寻找机遇 作为观众 我们也可以参与到这些变化中 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问题 共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 那么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看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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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